大家好,我是李小明律师 今天我们来看一个案例 诈骗罪事发观点9 诈骗罪套路带的认定和处理 张凤江诈骗案 案例1363号 张凤江 2014年起以投资资讯公司的违约金 行业操作惯例等名义 诱骗被害人签订虚高借款金额的借条 并带被害人到银行转账 获得全部虚高借款金额的痕迹 再以各种借口 单方面认定被害人违约 还与其他犯罪团伙虚假屏障 进一步虚增借款金额 自案发诈骗39名被害人 共计1200万 与其他诈骗团伙 诈骗27名被害人 共计860万 上海二中院判张凤江诈骗罪无期投刑 司法关联 套路带不同于借贷双方地位平等的 民间借贷 从整体上应对套路带予以 否定性评价 虚高债务和以利息保证金 中介费服务费违约金 行业评估费等名目 被犯罪分子分法占有的财务 均应计入犯罪数